它现在怎么拉这个 现在那么核上杂吧 220的 嗯 然后呢 核上杂呢 这主电机它不转 嗯 没没法用 这是启动 嗯 启动以后 变明器应该是运行的 对 运行以后 那么这个 机电器是用的蓄池 变明器 现在是没启动 没运行 嗯 这启动没运行 那是没给它信号 谁不得的信号 没有运行 啊 表明记说明说我看 这个 我是那那以前一个会了 这一样的表明记呗 但是他这么喜欢我不要 我和你介绍 你这个表明记是刚换的吗 前年换的 就是换完以后好使啊 好使 突然就不好使了 那么用了一年多了 一年多就不好使了 ABC 不要 进一地 进一地 这三个是调出电位器的 嗯 这调出电位器的 好 这是正段 通过铝线 找到了便平器运行 这两根控制线 通过铝这个信号线可以确定是计电器来控制便平器的启动和停止 找到了这个控制线 我想给它短接一下 看便平器能不能启动 找一个线 找一个线 用它代替计电器出点 看看便平器能不能运行 好 好 对 啊 啊 啊 电位器还挺慢的 电位器是好的 挺慢的 然后我给它短接一下 算了 算了 所以说归根结底是它没吸盒 没吸盒没给它信号 没让它运转 接下来就查它为啥没吸盒就可以了 变频器不启动 厂家建议是换一个固态继电器 结果新的固态继电器换上去后还是不好使 这个就是换下来的 这固态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这是控制电源的 控制电源输入和收 控制电源就是给它信号以后它有接通 我就找它为什么吸盒 找它为什么吸盒 那就从按钮开关开始查起 看按钮开关好不好 按钮开关没问题 一按是导通的 然后顺着按钮开关那个线往下走 看按钮开关这个信号线去哪了 老机器没有线号 只能说这么捋 从按钮开关下来的线 没有直接进入中间接电器的线圈 而是串入了旁边接电器的一个长臂触点 也就是说旁边这两个中间接电器如果吸盒 变频器就启动不了 不吸盒 它的触点是接通的 所以旁边这个中间接电器的触点很关键 看是不是导通的 二 三 应该是通的 不通啊 我就说这应该是通的 藏壁 藏壁 这是换用来的 嗯 这是换用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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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在通吗 这个通 这这是你换上来的 这个爪子多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这也是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点一下它应该就细合了 它只要是细合 它就启动 它细合的 它不细合 它不细合 它的床壁控制着 它的点燃力 还是不好 还是不好 还有 还是没通过来 没通过电了 就接着找 这个固态接电器的输出 进入中间接电器的线圈 也就是说固态接电器控制着中间接电器的线圈 零线 所以固态接电器没有细合 中间接电器也细合不了 谁控制固态接电器的呢 固态接电器输出接通是靠输入一个直流电源 控制固态接电器是一个电源 也就是光电开关 让固态接电器接通和断开 给它一个直流电源 上面就接通 现在就好了 你这要是对着 你碰着啊 你觉得有东西 再按一下 这要起动点 哎 哎 这也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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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松手吧 啊 我怎么了 啊 原来这个原理啊 听门 挺有意思 这也好了 这也好了 啥也不用换 变明器也不用修 它不运行几个条件啊 这一个长臂触点的接通 这一个长臂触点的接通 就是它不契合 它不契合 触点都是接通的 它之所以不接通 是因为换错了 这个爪不对 这个爪少 这个爪多 它就接通不了 好了 它这个就是接电器插错了 导致设备启动不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自敛 前面找了两个电工 没修了这个故障 说电闸送上电几分钟就跳 这是它房间内的 这种漏电保护器 这个不跳 跳的是外边 配点屎的一个电闸 那就去外边看一下 最近几天下雨下的比较多 报修 一下雨就跳闸的现象也比较多 它这个就是 说合上闸送上电 看一下五分钟就跳 六分钟都等不了 去看一下五分钟就跳这个电闸 下里边啊 这个网点山啊 对对对 如果没猜错的话 它是有短路的 先把它家里的种漏宝断开 在配点室这一头 再看一下 一字表笔 直接测零线 或是怀疑火线与零线之间是有短路的 就是是不绝缘了 测一下 每一项与零线之间 看看表针的摆动 测一下 表针应该是不动的 这样可以确定这个电闸线是有问题的 我还想再确定一下 漏宝这一头 我把禁线拆掉 我怀疑它禁线有问题 我就把禁线从这一头拆掉 单独测量进来的这个电闸线 火线又零线 啊 之间已经不绝缘了 打到最小档看一下 它还不短路 测其他两根线对零线之间没问题 配电室这一头拆掉零线 在这一头单独测量 红线与零线之间都拆掉了 它是有问题的 好了 这样就可以确定电闸线在地下是有问题的 怎么找到是在哪有问题呢 在这一块有问题 这一块有问题 大概就在这位置 不可能是那边的 就在这边 在这边 这一块挖窝 很尴尬 挖了这么大一块没走到 没走到电闸线 在这继续挖 前面有一块很明显以前挖窝 后来补过 继续挖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 在特别淡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 种特别淡的种 切开特别淡的花 就这了 右边那个 就这了 就这一个 就这一个 小屁了 还细的线 二五的线 二五的线 这样钩刀把他拔开吧 钩刀拔开 我藏一钩刀 我拿去 零线 零线又破了 零线又破了 火线又破了 看着做个绝缘就行了 是吧 找到问题了 做个绝缘 高压胶带 防水胶带 电线没事 电线没事 才高压胶带 做好绝缘 再打一层结构胶 再套上滚 再打上胶 做个密封 等干了以后再做一个回填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次电路的维修 喝茶送电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